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很多的记忆也经过时间的冲刷都遗忘了很多 大概十六七年以前小弟也曾经到过沙巴州 那时候是陪同我们西区全区的传道者到那边来做访问 那也到过亚比还有南部的应该是巴龙 那也到西部的西普甲还有三大根 就是旧的那个三大根还要爬很多阶梯上去的那一个 所以时间真的是已经非常久了 那我还记得我在那里的时候来为我们服侍开车的那个弟兄 也已经过世了就是杨国亲对不对 杨国亲弟兄 那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也是感觉到很陌生也很害怕 有时候想说到那个地方去 沙巴州没有去过要讲什么样的话 但是感谢主了就好像刚才一样 讲哈利路亚大就变得好像非常的认识 那其实到了亚比那边也有很多的华人 所以讲中国话也是非常通的 那其实讲客家话也是会通 所以到那个地方去其实是没有什么很陌生的感觉 其实就算是到原住民的部落去 看到他们的接待就像我们这里原住民的接待 好像是一样的 这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主内一家的这样的一种 这种和乐 我也很希望这一次我们槟榜邦教会到我们台湾来做访问 也能够多看看 终究国情国家不一样 那有些地方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绝对不会很陌生 因为哈利路亚就能够拉进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个距离 那我们今天晚上呢 也拍定了许多的一个联谊的一个节目 那我们的客人呢 还说呢也要难得到高雄市啊 所以也要到高雄市的爱河 然后呢一些街道去看一看 所以时间呢不能够拖得太长 那我简单的就用这几计划来做欢迎大家来 那也为了时间的连贯呢 我就直接在这个地方呢来做一些对教会负责人的介绍 那小弟是全镇跟小岗的注目传道 我姓陈 东陈 建设的建 光明的光 陈建光传道 那在我翻译的呢是我们全镇教会的教务负责人 那我们教会还有宣道今天好像没有看到 那我们教育股我们陈惠美老师 那我们总务有事务 事务在楼下 那还有资讯 苏华呢 蔡苏华在英控寺出来一下了 在后面那个是我们的资讯 再来就是我们的财务我们的会计 林志伟 那我们的出纳是王秀英姐妹 我们全镇有三个执事 他去医院有事前 再来就是无生意执事 还有一个活执事 今天没有到 那我们再介绍我们小岗教会 小岗的教务是神明德执事 我们总务讲义顺弟兄 我们的财务宋美玲 没有来 我们的教育争美会 没有 那我们的负责人的介绍 就到这个地方结束 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总会的传道者 谢谢简单二要用明了的介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总会的传道 赵传道来跟我们说几句话 来讲几句感谢 也是欢迎的话 感谢主 我们也欢迎沙巴 今天非常难得的机会 能够到我们高雄 到前任教会来 在吃饭之前小弟有听我们前任的蔡新敏弟兄 他有提到 在大概十五六年前 我们前任教会有组访问团 到编人帮教会去访问 那个时候我们的新会堂 正在兴建当中 感谢主 现在已经非常堂皇的一座会堂 就在我们建筑的地方 在那里为主来发光 沙巴教会可以说是 除了台湾的台湾总会的教会以外的地方 信徒数跟教会数最多的一个总会 长期以来 沙巴总会跟台湾总会 有很密切的往来跟联与团契 互相的帮助 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特别是在台湾 我们阿美族教会的统领 跟沙巴教会的统领 感情特别的好 虽然未曾磨面 但是一句哈利路亚 就好像似曾相识一样 因为我们在祖里都是一家人 我想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种 联谊情感的联络 必定是会继续的发展下去 那么站在台湾总会的立场 我们要感谢前证教会 跟小港教会 我们的长期负责人弟兄姐妹 非常辛劳地为这一次的接待 付出很多的辛苦 求结束纪念大家的爱心 那么聚会之前 小弟也要跟我们台湾总会的总负责 车副名长老通过电话 那么车长老因为他现在有公务在身 不得来到这个地方 但是他要小弟向我们 前证教会小港教会的同龄 跟边南帮教会的同龄 来致这个欢迎跟问安之意 那么因为接着有很丰富精彩的 这个诗歌的联谊 并且呢 还有这个晚上啊 还有夜游 这个高雄港都的 这个非常好的节目 所以我现在讲太多话呢 是不受欢迎的 待会唱得会比说得好听 所以我要结束我的说话 求学书继续带领我们 从今天开始的每一天的行程 大家都能够健康活泼快乐又平安 谢谢赵传道这么有爱心的致词 简短可是又非常的有力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来访的沙巴 冰南帮的船道 红船道来跟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都没有掌声耶 不要这么严肃 在主里消费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哈利利亚 在这里说几句话 刚开始聚会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感觉 就是好像是在沙巴 因为听我们的那个翻译的 好像是在翻马来话一样 那正如赵传道所说的 在这边不能够讲太多话 只能够在这里 向我们全正教会 以及小港教会的同龄弟兄姐妹 向大家问安 我们这次的访问 总共是28位 有六个家庭 还有另外的五位弟兄姐妹 可是现在我们只是有四个家庭罢了 因为另外的两个家庭 随后他们会跟着来 我记得大概是十多年前 我们全正教会的师班 曾经到访过我们沙巴 当时给小弟的一个感觉就是 全正师班的师班 唱诗唱得很不错 所以感谢主啊 我们今天终于能够来到全正师班 全正教会 那小弟因为这次的工作的关系 虽然是十天的访问 那小弟只能够陪这次的访问团五天 然后接着下来 小弟要回沙巴 那还没有 我就以一节圣经 做大家的勉励 那请看这个罗马书 那罗马书请看第一章 那第一章我们请看 这个第十节 那罗马书的第一章的第十节 那在祷告之间 常常的恳求 或者照着神的旨意 终能得平淡的道路 往你们这里来 这里去 十一节 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 要把一些属灵的恩事 分给你们 使你们可以兼顾 十二节 这样我在你们中间 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 就可以同德安慰 那这里保罗这样的谈道 他期望他能够有一天 能够到访罗马教会 那为什么保罗 他想要去罗马教会呢 因为十二节这样的告诉我们 希望在你们中间 因你我彼此的信心 就可以同德安慰 那所以我们这次的访问团 我们访问台湾 我总是相信 我们台湾教会 有很多的 这些好的地方 是值得我们沙巴去学习的 那希望借着这十天的访问 能够我们能够受益不浅 那就以这节圣经 以大家一起来勉励 所以话不要说太多 那现在我要介绍 我们这次访问团的一些成员 请所有的访问团的成员 请站出来 到前面 到前面 要现实 要现实吗 介绍而已 介绍而已 那站在我的最右边的 一对母女 王淑英姐妹 还有甘显荣姐妹 然后警戒着王淑珍姐妹 还有她的女儿 赖佩欣 那接着下来就是小弟的乐骨老 李美玲姐妹 还有我的女儿 红梓芹 小妹妹 那接着下来 我想这个大家都应该很熟悉的 中桂华弟兄 他的太太 刘天帝姐妹 还有钟祥尼 钟祥儿姐妹 还有谁没有介绍 对对 还没有进入状况 邱俊良弟兄 还有他太太 卢雪云 孩子秋荣静 还有秋荣杰 那接着下来 这边 温金兰姐妹 乌晓威姐妹 还有乌立山姐妹 另外还有张义军 弟兄 我们大家敬礼 哈利了 哈利了 安西斯蒙林 那我刚刚看这个画面 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们沙巴的统领 手牵着手 心连着心 一家人一起来参加教会的活动 那我们这一点呢 是值得我们教会来学习的 那刚刚传道有提到说 我们师班曾经到沙巴去 就是说去访问 那不管这个师班唱得如何 只要是口唱心喝的师班 唱出来的就是最好听的 也就是神最喜悦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进行我们的诗歌联谊 那第一个节目 我们就由我们前阵的小诗班来献诗 他们要献两首诗歌 可能 来了 我们诗班要献的第一首诗歌 是西边的树 第二首诗歌 You Raise Me Up 你扶持我 那我们掌声来欢迎 我们的小诗班 希望借由我们诗班的声音 来唱出赞美神的诗歌 让我们能够在诗歌里边 感受到神的慈爱与恩典 让我们现在细细地聆听 我们下诗歌 好像一棵树在溪水旁落 暗示结果子也自不苦干 因他一切所心主要是他顺利 因他一切所心主要是他顺利 从了人的寂寞 战罪人的道路 坐写满人的座位 不惜爱与美的欣慰 一切身的切法 将间无法盛行 但人间变坏功 更年海 领 diferente人变坏功 更年�élébr guard让其歌帅在溪水旁落 P Medeise结果子也自不苦 一切所幸 主要是好生命 从来的寂寞 无常觉的道路 不做喜欢人的座位 喜爱与美的行为 为喜爱神的绿花 从来的寂寞 无常觉的思想 这样便会有 便会有苦 感谢神美好的安排 让我们相聚在这里 愿神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平安喜乐 愿耶和华的祝福满满 你想要上这个数字 但是他対习ета 让我们相聚在这里 一切所欣 主要是他顺利 一切所欣 主要是他顺利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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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他顺利